我知道 是谁 是什么东西 太子殿下 哪里冒出来的鬼东西 还戴面具穿丧服 你家是不是死人了 太子表哥 谢柔 闭嘴 这绝对不是人 我根本没察觉到他靠近 太子表哥 狼鹰跑了 你和狼鹰是一伙的 看剑 他怎么 对我的招式了如指掌 太子殿下 你是不是喜欢这样 他耍我 不要生气嘛 我让刺中便是 你 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呀 不是人 是笔奴 太子殿下 接下来 就为这群小家伙 陪你玩吧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太子表哥救命了 笔奴成群结队 杀一只来十指 能把人耗死 我一个人还好 可七荣和公主 殿下小心 是你 你什么时候跟上来的 殿下 当心 好剑法 你童子也太恶心了 你这带子表哥救我 救我呀 七荣拿着 这剑我用血开了光 你带着小云公主先走 拿着她 没东西敢靠近你们 路上听到什么都不要回头 记住 绝对不要回头 那怎么行 万一我们遇上厉害的 厉害的会来这里找我 待会儿来了 我就顾不上你们了 好 太子表哥 我先走了 别跑这么快 带上公主 走走走 还有你 你也一起走 我和殿下一起 你 好吧 顾好你自己 是 你见识得不错啊 是 我又不是在下命令 你干什么对我说是 我方才命令你回去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是 是 不过 你 比较适合用刀 刀 你使剑 虽剑风诡诀 快且狠 但还有点没事展开 你没用过刀的话 下 下次不如试试 我想 威力也许会更强 马上还会有东西来 留神戒备 殿下 用我的剑吧 你护住自己即可 你方才不走 线下也没法走了 我会尽力护你 你自己也千万警惕 是 殿下 优优独播剑 谢谢大家